记者吴博轩台北报道 107学年大学学策落幕 但有网友发现英文科阅读测验中考悉尼罗病毒热文章出自时代杂志 去信给原作者却得到与大考中心不同的答案 呼吁官方多给分 大考中心则表示该题已改写 原答案无误 但后续将开会是否额外处置 英文科事题中第45到48题的阅读测验题组 以短文叙述美国悉尼罗病毒热 West Nile Virus的肆虐情况 其中45题要考生选出文章主旨 大考中心公布正确答案为 C. 谈论悉尼罗病毒的症状与何种情况会使其大肆繁殖 英语科老师李杰西曾提出质疑 认为45题的B. 选项谈论悉尼罗病毒与政府效率也可算对 因为整篇阅读下来 文章2 3 4段都有讨论B.C的内容 认为该题恐有争议 更有网友眼间认出该文章的来源是来自时代杂志 TIME更找到当初原文作者Brian Walsh的信箱 直接寄信请义原文主旨 Brian不到一天就回信 认为自己的文章主旨是讨论政府的处理效率问题 认为台湾学科考题中选项B更正确 网友则认为不需改答案 但B.C都应给分 大考中心主任刘孟奇表示 该题组虽参考自Brian的文章 但杂志上刊在的是一篇长文 而题目经过命题者该且 在学测结束当天曾进行答案讨论会议 有三名大学教师 两名高中老师等五人 都对45题的答案没意义 因此公布C选项为正确答案 刘孟奇说 如今外界有对答案选项有疑虑 已收到相关意见 预计将在5日召开一亿试题讨论会议 再度邀请5名不同的英文领域的学者 教授老师等重新讨论 并让命题者说明出题原意 目前C答案55至于B 选项是否给分人代会议结果 预计9日将公告结果 上网公外界监视